今天要來講 瞄動對方個性 當然啦 這個是很大範圍 然後就像我們的星座12星座 你是獅子座 你就是大方 你是處女座 你可能就小心翼翼 那麼我們在命盤上面 有沒有辦法讓你一看就 喔這個人原來 他有這樣的請下 很簡單的 瞄動對方個性 我們要怎麼看呢 其實我們在命盤上面 總共有幾個位置 他是有名稱的 比如說你會常常聽到有人說 這個什麼地什麼地 到底是幹嘛的 他在哪裡 好 四目地呢 又有人說他是 通常 這個位置 他是一個比較穩 穩定的 他比較保守的 四目地在哪裡呢 三角形 來找一下四目地在哪裡 盤上啊 這個位置 三角形的地方呢 三角形的地方呢 我們就稱呼他為四目地 那四目地另外還有個名稱就叫做四庫地 如果 如果你 或者是你想要乍看之下這個人啊 他的 命功 落在四目地的時候呢 這一個人啊 他天生 天性 就會相對的 比較保守 比較穩定 就是即使他上面是一個比較活躍的心躍啊 他也會在活躍中相對的穩定 這個是在四目地上的人 你要記得命功在上面啊 就會覺得他比較peace 比較不會有那麼大的氣福 那這個位置呢 如果說擺上了幾個心躍 譬如說 有鼓曲的朋友 或者是欺煞的朋友 破君的朋友 這一些朋友呢 敢衝敢拼 但是又相對的穩定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的發展是有利的 他不會亂衝 他不會衝過頭 這樣子 所以這幾個心躍 如果落在這個三角形的這個四目地的位置 其實都還不錯 我們還會有看到 四馬地 四馬地 四匹馬 這個四馬地呢 相對的就是比較變動的位置 好 四馬地在哪裡呢 好 就是這四個角角 他就叫做四馬地 命功 就剛好在這四個角角上面的朋友 基本上啊 熱情 活潑 好動 管不住 喜歡往外跑 喜歡遠行 甚至有 出國 假去 念書 這些機會都有 因為他就在一個很變動的位置上面 所以 命功在這四個角角上面的人呢 他其實很可以接受這樣子的變化 你老闆派你出差 OK啊 出國念書 好啊 要遠行 可以啊 就在這四個角角的朋友 你會發現他就是活潑開朗 熱情 願意接受變動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四桃花地的位置 那四桃花地啊 就是剩下的啊 密功落在四桃花地上的朋友啊 因為他是屬於桃花位 所以相對的這個位置上的人呢 你會覺得他在感情的部分 稍微有比較不穩定的狀態 這個感情不穩定的狀態 我們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來看 這一個位置呢 如果命功在這裡 那還記得他的夫妻功就會在這裡 是不是已經隔了一個角了齁 我們常常聽到老師說 隔腳煞隔腳煞隔腳煞是什麼呢 以後再說 但是 你就會發現他跟他的感情態度 隔了一個腳鑽了一個彎齁 所以當有遇到這樣子狀況的朋友呢 他在感情的部分 你不能說他是坎坷 只能說在感情的部分呢 他很容易有一種莫名的疏離感 這種疏離感會讓你說不上來 他也不是說不愛人 也沒有他也很愛 可是就是中間好像就是隔了層沙 隔了個桌腳 這是奇異感情很容易疏離的狀態 如果你在這個位置上面啊 有一些古寡的心耀 比如說 無曲啊 七煞 天積 坐在這個位置上面的話呢 那麼他的感情又隔了個桌腳 自然很容易就會覺得不太順 那還有另外一個方面 另外一個解釋就是 因為這四個位置的桃花 其實還算旺盛喔 因為桃花地嘛 不太適合 又遇到太多桃花的心喔 譬如說那種 太陰啊 灘狼啊 文昌文曲啊 那不只是同一個位置喔 如果他這個位置已經是桃花的心 又放上其他的桃花小星星 另外在他的三角形 他的三合 又遇到很多的桃花星 哎呀不得了 那這個就會桃花太過泛濫感情 他自然也會很不穩定 一身為情所困 然後如果又遇到呢 運線有煞有激進來的話 就會覺得這個人 很動盪不安的感覺喔 那他的個性相對 也會變得比較浮動 所以其實這個四桃花地呢 也有人稱他為 四敗地 聽起來好像很可怕喔 也不會啦 了解了自己的個性之後 避免就好 所以呢我們可以根據 他的命功落在哪一格 大概就可以大方向的抓出 這個人會有什麼樣子的個性 是不是很簡單呢